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来读这部奇书 红色赌盘 上一回我们提到段伟红 掠师巧技 就把温家宝的夫人张贝丽 拉于马下 两个人关系急剧升温 成为了跨年龄段的一对闺蜜 两个人无事不谈 公事私事都放在一起说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张贝丽 到底是个什么人 坦率的说张贝丽也是一个专业人士 人家和温家宝在甘肃在兰州认识的时候 比温家宝大一岁 而且他的专业水平已经不低了 人家是正儿八经 是学珠宝玉石专业的 那么他后来到了北京以后 跟着温家宝来到北京 温家宝任职地质矿产部 那么张贝丽就开始搞了北京的第一家 当时有一个叫什么 地质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里边的宝石展厅 就是张贝丽组织筹建的 你看非常的专业 后来他又担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 中国宝玉石鉴定委员会主任 还搞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单位 叫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他担任主任 那为什么珠宝玉石这事 张贝丽这么感兴趣 那也和当时中国的宏观环境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大家开始挣钱了 有钱了以后 中国的中青年的女性对宝石玉石的需求 跟以前相比 那是大不一样了 需求很猛 所以他也就单独的成了一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面 温家宝的夫人张贝丽 可以说是行业领先者 也是这个行业的奠基人之一 从这个角度讲 人家也是有追求 享有自己一番事业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 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 富唱富随 老婆一定要照顾老公的事业 这个已经是一个文化传统 那在温家宝身上就更体现的如此了 温家宝到了北京以后 后来这个中央就有意培养他成为 朱镕基的接班人 那这种时候 张贝丽就不得不从 商场的一线得撤出来 为啥 因为他当时除了搞这个 珠宝玉石鉴定 搞这些东西以外 他还有一家企业 英文叫北京Diamond 他后来应该就是北京的珠宝玉石公司 后来他把这个公司搞成了上交所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自然要有披露的要求 核心股东 你要披露你的真实收入 披露你的主要关系 主要利益相关人 这些都不利于温家宝这个形象继续在中国 你说当年以后你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你的太太上市公司的高管 这事听着有点奇怪 所以张贝丽就急力运退 搞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搞珠宝玉石鉴定去了 基本上他的事业发展就是这么一个路径 但是张贝丽喜欢珠宝玉石这个事啊 确实也曾经给温家宝全家带来很大的麻烦 至少带来声誉上的影响 比如说2007年11月2号的时候 台湾的中国时报就报道张贝丽 向台湾的珠宝商买珠宝 一出手就是台币6524万元的一条保时项链 当时这个台币啊 折人民币1400万元 你看出手一下就是1400万人民币买条项链 台湾中青新闻啊 还有好多电视台也报道了 还有很多台香港的这个 这种八卦杂志 把这个消息放上了头版放上了头条 但是呢 当时这帮人做新闻不专业 视频拍的呀是模模糊糊 看不清楚 也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里边到底是谁 卖的是啥 所以温家宝这些人啊 对此没有明确回应 但是这个事情啊就开始 让冰山的一角开始显示出来了 为啥 因为温家宝平时维持的 是一个平民总理的形象 一件羽绒服穿十年啊 穿平价旅游鞋啊 穿的这个去啊 温川地震慰问的时候 穿那个夹克啊都坐坐巴巴啊 一看就是个一看老农民也就穿那样啊 但是他太太你看一出手就是上千万 买住宝这个事情对他们的声誉 开始产生了影响 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有人开始把温家宝称为影帝啊 这个来源由头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那段友红和张贝丽 那这个关系啊就开始急剧的升温 段的目的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 怎么讲 为了结识张贝丽费的这番功夫 那可不是为了做一两件两件一两件小买卖 什么大买卖 那是为了长期的共同发展 为了共同的更远大的目标 为此他不但要认识张贝丽 还要熟悉温家的所有人啊 包括温家宝本人 那么很自然 因为妈妈和张贝丽好吗 自然啊 张贝张贝丽啊 就把这个关系介绍给了段友红 他家里的一对宝贝啊 儿子温云松 女儿温如春 那这时候就也进入了段友红的生活 先说说这个啊 温如春温如春啊 他是在美国的Delaware一个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啊 就加入了美国一个公司叫利曼兄弟啊 大家对这个啊 金融历史比较清楚的人就会知道 利曼兄弟就是98年金融危机率先倒掉的美国金融巨头啊 所以啊 资本和权利的联姻对温如春来讲是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啊 刚加入这家美国公司 估计别人啊 还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能量呢 结果就倒闭了 来 然后温如春就回到了北京 搞了一家啊 consulting firm 就是这个创业公司 一个咨询公司叫fullmark啊 这个咨询公司啊 规模实际上很小啊 有多小咱不知道 也许就温如春一人 但是做的买卖可不小啊 那你看像美国这个摩根大通啊 GP摩根啊 就投了很多的钱给温如春 让他在中国搞定一些关键客户啊 付了很多很多的钱 温如春本人啊 这个性格啊 也是典型的官二代啊 那个傲娇的公主类型 按照沈栋的说法 他动不动就对温家宝和张贝利两人啊 暴跳如雷 大声尖叫 哎呀 就是叫什么 一个sport的brate 就是这个 一只被灌坏了的肥老鼠啊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啊 所以 你看 他一看他妈妈和段友红关系搞得这么好 他就开始发脾气 嫉妒说 哎呀 你喜欢这个姓段的 甚至喜欢超过了你女儿啊 你想怎么可能呢 但是他喜欢把这些事情 表露出来 为此啊 段友红还费了不少功夫 要缓和和温如春的关系啊 于是就安排 亲自带着这个 啊叫雷雷唱 当时他的名字可不能在对外 不能叫温如春 叫雷雷唱啊 去看时装表演出去玩 商品啊 缓和关系 同时啊 夫妻俩一起上 让神动去搞定 哎 雷雷唱 温如春的老公啊 也是一块出去玩和缓和关系 对不对啊 这都是一些常用的套路 说到这里就要讲一讲这个温如春他的婚姻生活 这里面也有段友红的影子 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历历上身边的追求者实际上是不多的啊 问题很简单 首先他是总理的女儿 另外一个啊 长期在美国留学啊 合到大陆以后 这个圈子可能也没这么大 更关键的是 有些人和他一处 不但是总理的女儿 脾气还这么倔 还这么拧巴 还这么傲娇 还这么喜欢这个发脾气 那谁敢跟他戳 但是啊 中国啊 人口多啊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汉 有的是啊 从大连就来了一位英雄好汉 名叫徐明啊 徐明啊 方头大耳啊 源头大耳啊 胖乌乎的 按照这个啊 沈栋的说法 一张大饼脸 徐明就开始追求 温如春 这个关系啊 真的正是把紧确立了啊 谈了一阵子 两个人还一块出去度假啥的 但是这段关系 始终不能得到温家宝和张贝丽的首肯 那为啥 并不是看不上徐明这小子 徐明肯定有自己的才华 是吧 那当时也是啊 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富豪榜啊 排名很靠前的几位之一 最大的问题是徐明带来了 非常不确定的 有一定隐患的政治资产 为啥 因为徐明在大连 他是薄熙来的马仔 薄熙来的马仔 那薄熙来当时也是如日中天 你看温家宝人生是总理 如果他家的女儿娶了 嫁了这个徐明 那就是他俩这个在外界看来 在政治的派系里面看来 俩然就是这个温家宝和薄熙来要联盟了 哎 人家不想染上这个事啊 那么对这个事情始终就是个问题 同时根据段位红和这个沈栋的说法 哎呀这个温柔春啊 看人的眼光这个境界 也是非常有问题 你比如说他和徐明这个相处期间 他俩一块出去度假 徐明给他俩拍这些自拍 到处跟人说 你看我跟温家宝的女儿出伤了 你看 你看我们来合影 很亲密 是吧 亲密无见 零距离 到处跟人炫耀啊 说自己是这个马上就要当温家的女婿了 哎 这都是犯大忌的 这也让段伟红和沈栋这些人啊 相信也有其他的张贝丽和温家宝的身边人 很瞧不起这个 徐明更瞧不起 温柔春 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 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 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 点一下转发 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所以啊 温柔春和徐明的感情啊 无疾而终就拉倒了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为啥 因为薄熙来的事情案发 徐明就给弄起来了 最蹊跷的是 徐明在 被要被释放的前一天 莫名其妙的 在监狱里死了 你说这事 瞧不瞧 蹿不蹿 惊悚不惊悚 可怕不可怕 哎 这个我们就按下布表了 幸亏他俩没出没处起来啊 那么后来 温柔春怎么解决问题的 周围还有追求者啊 哎 这位叫刘春航 刘春航这个小伙子 简历还是非常亮丽的啊 90年代在美国哈佛商学院读书 获得了哈佛的工商管理说是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同在美国留学的啊 温柔春啊 你看不但有哈佛还有剑桥的学位啊 他后来考取减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发展研究学博士啊 师从啊剑桥嘉智商学院著名的Peter Nolan教授很厉害 博士变以后啊 刘春航还有美国大公司的工作历练 先后在摩根斯丹利和麦肯锡等大机构工作 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证监会啊 那么刘春航和温柔春就走到了一起啊 简历很亮丽 没有历史负担 哎 那么张贝丽也喜欢这样的啊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温柔春和刘春航这个关系就很好呢 啊 未必 为啥 刘春航的父母啊 从来不来北京 拜访他们的亲家 那就是温家宝夫妇 为啥 不但是因为人家是大官啊 这个要避嫌 更关键的问题是 温柔春啊 瞧不起这两两口啊 他认为啊 你儿子嫁给我啊 就是为了攀龙富凤啊 我能嫁给他 你们就走位子烧高香 你们就赶紧看坟头是不是有清烟就行了啊 你这个穷不拉几啊 非常这个啊 下里巴人的这个公公婆婆 你就别来北京丢这个人献这个眼了 所以哎 按照段伟红和沈栋的说法 哎 温柔春瞧不上自己的公公婆婆啊 从来也很少来往啊 但是啊 刘春航本人确实从里边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在证监会啊 担任这个一个局长 他的金融政策呀 很多的情况下肯定也对温家宝啊 有所影响啊 有所影响 那么作为中国近些年最顶级的权力前客 段伟红和沈栋夫妇啊 人家真是厉害 你看 他们竟然参与运作让这个刘春航搞个部级的单位去啊 搞到个这个呃 弄个部长当当 不了解中国政治行情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 那人家的岳父是总理这个又这么有能力用得着这俩外人来参与吗 还真需要为啥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总理亲自出面给自己的女婿调动工作那得多漂亮才能这么干 当然了像贾清凌啊什么这个江泽民啊 那都是极其啊这个不要费事的都是直接为自己的儿子站台啊 你看江泽民开这个财富年会啊 财富的财富的峰会都带着自己儿子去认识跨国公司总裁 温家宝轻易不这么干 他未必也愿意这么干 但是领导没想着你底下的人就得想着哎 这个这个沈栋和段伟红就到处活动啊 为刘春航的升迁去铺平道路去各路的打点啊 这方面肯定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大公子啊温云松啊 温云松啊很有意思啊比他妹妹显然要聪明啊 他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来叫加拿大拿了个硕士学位啊 再后来到在芝加哥的美国西北大学啊商学院 读了个工商管理硕士啊 归国以后本来打算去在香港的摩根斯特里啊 摩根斯特里竟然拒绝了他的求职申请 因为身份啊太敏感啊 再到后来温云松啊就到北京创业啊 搞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啊 电信的也有啊 这个网络建设的也有 09年开始温云松发现了一个啊 这个金矿就是搞什么 Private Equity搞私募投资啊 他当时成立的公司叫New Horizontal 新天域资本啊 他是创始合伙人 当年他搞这个新天域资本的时候 竟然还参加了2009年在大连搞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也就所谓的夏季达沃斯 当年他是这个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之一 温家宝那年还出席了这个论坛 还发表了演讲 不过呢 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近代的媒体并没有对温云松出席这个论坛 进行大肆的报道啊 没有搞 事实上呢 温云松搞的这个新天域资本 他的资金来自哪里 他是一家美元基金 钱主要来自啊 孙正义的 这个soft bank软银 还有谁啊 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 泰玛塞 这两家啊 一边背靠孙正义 一边背靠李显龙 因为淡马锡控股的主席就是何晶嘛 那是李显龙的太太 哎 这两家投资了新天域啊 这也是亚洲的顶级投资人啊 喜欢投资的一种模式 就是投红二代嘛 投顶级的这个红二代 温家宝的儿子就拿到了这笔钱 但问题在于后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哎 温云松进这个领域进的算是晚的 你看他2009年才开始干这个事 那个时候中国顶级大佬啊 这种政界大佬的这个儿女啊 很多人做私募基金啊 搞金融已经蔚然成风了 温云松有点着急 所以手段有点粗糙有点低劣啊 有点急不择时 他搞新天域资本投什么样的企业 什么样的地位呢 不投天使投资啊 弄几个小孩放宿舍里一个董事长啊 这个总经理上铺下铺是吧 搞一个企业 先看看再说 不是他只投那些成熟型的 后半年这个半年以后就要到牛交所 纳斯达克上市的这种企业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铁定了会赚钱的啊 就等于让你这个时候入资就等于给你送钱 新天域资本就喜欢搞这种 强行入资啊 赚这个快钱 这个方法呢 不是违法是合法的啊 正是因为合法 挣钱有多来的快 所以很多人都在干 但温云松啊 赚这个钱赚的太毒啊 好多企业 让他一口吃尽 别人啊就只能喝汤 他吃肉啊 也引起了这个行业顶级的这些投资人的很多人的嫉妒 这些投资的人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后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后面的大佬 很多人啊 未必比温家宝的权力小啊 这种情况下 温如说温云松当时啊 就得罪了很多人 那得罪了很多人 那另外还有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他太高调 所以段伟红和沈栋就对温云松特别高调这一点 老是劝他就是说 你不用抛头露面 大部分挣钱的人啊都不抛头露面 你就躲在后头 把钱挣了就得了啊 温云松不为所动 可能对段伟红和沈栋的劝解啊 不以为然 就说我就是牛叉 怎么了 我就是牛 然后啊 温云松做生意这个方式啊 和他妹妹一样 也给温家宝的家庭 尤其是温家宝本人带来了一个隐患 为啥 很简单嘛 这个新天域投资 温云松只是小股东 人家软银和大马修控股是大股东 比如说你搞了一家创始公司啊 就半年赚了一个亿 这一亿可不是你温云松赚的 这是公司挣的啊 当然你在里面有自己的份啊 你肯定也拿不少 但是绝对不是说这笔钱都你挣去了 但是实际上他是温家宝的儿子呢 于是投资界各种人各种信息啊 各路人马有意无意的就这么来说 是哎 你看温家宝的儿子上一次收购了 那谁谁哪个公司 结果下个月就就扭交所上市了啊 他儿子这一笔就赚了一个亿美金 十个亿美金 这些传言啊 于事实实际上是不服的 他没拿这么多钱 但是坊间这么流传就足以造成杀伤力 足以造成给自己结下没有必要的一些敌人 所以温云松在这方面啊 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他挣钱急不折势到了什么程度 他亲自给一些像山东啊 辽宁啊 什么这些这些省的莫名其妙的 二线城市比较有潜力的这些 呃企业啊 CEO啊 亲自打电话 说哎呀谁我谁谁 星天月资本 一说人家就明白了吗 我姓温云长之类的啊 大钱小钱他都要挣啊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这就是温云松做生意的风格 哎所以温家也应了这么一句话 中国古代的传统 叫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啊温家宝啊 按照沈栋的说法十有八九是 啊蒙在鼓里 根本就不清楚什么状况 因为温家宝是个工作狂啊 他还不像这个 朱镕基似的喜欢拉个二胡啊 也不像其他人似的 还有个什么个人爱好 他就没二号 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工作在工作啊 对老百姓生活的细节 对民间的这些啊一草一木 他不是特别熟悉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张贝利不是搞珠宝玉石的吗 哎有时候回家的时候手上戴了一个哎 鹅蛋大小的这个宝石戒指啊 这个温家宝看着也只是用个很惊奇的眼光看一看 也不聊也不问拉倒了 在他心里面没有这个奢侈品这个概念 他完全没概念 不知道咋回事啊 这个事情可以用别的一些案例来佐证啊 有一年这个美国的总统 GW布什当时访问中国的时候 啊应该温家宝当时还是副总理啊 那布什呢就想到北京的菜市场看看啊 访问一下中国的民间疾苦吗 哎副总理就陪着了 到了北京的菜市场 当时北京的菜市场已经用这叫什么 叫barcode scanner 就扫二维码扫这个调形码啊 就可以结账了 这个东西这个技术很普通 在北京也早就普及了 人家布什总统看他没觉得怎么样 温家宝觉得很惊奇哎呦 现在都可以用这个扫码器扫码仪来结账了 你看从这个小的案例看来 他对这些细节国际民生的细节 他是不了解的 所以这一点可以说也被他的家人所利用啊 这三个人可就赚了大钱了啊 到处开公司强行上市啊 也收集这个跑车啊都搞 那么上一集我们提到到了北京以后啊 啊几经辗转 段友红的事业啊也是啊水涨船高 突飞猛进啊如沐春风 他呀就到这个 哈亚特 啊说错了哈亚特在里面啊 那个军乐酒店就在里面就是著名的东方广场 段友红跑到上面搞了半层啊都是自己的 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啊 还给了这个张贝利的公司 两人对门啊 所以这一层我估计就他俩了啊 这为了什么 这为了随时随地能够接近张贝利 随时随地能够商量各种公事失事啊 张贝利也完全可以说啊 在这方面完全依赖于段友红 因为办事放心吧 出手又大方啊 那个人情社会这么懂肯定不会不给自己这麻烦 所以他俩的关系也是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铁 变得非常非常像今天说叫闺蜜这种类型的啊 在这里面啊 张贝利和段伟红 在这方面可以说既是对手 又是朋友为什么还是对手 因为他的关系啊 虽然有上下级的这样一个关系 虽然有一个高下之分 但是并不是呃陈朴关系啊 他们之间还是互相利用的这样一种关系 当然这里面也有感情 人家感情就是特别好啊 那么除此以外 沈栋在此期间沈栋和段友红的关系 也在变好 为啥 我上期节目不是说了吗 光谈感情是非常容易夭折的啊 必须有共同的远大目标和理想 才能一段婚姻关系不断的推陈出新 不断的有新意啊 不断的能够点起新的这个激情的烈火 在这里面他们经常一块商量 我要这么做 张贝列会怎么想啊 我要去找那个部长 这个办这个事 对方会怎么反应啊 他们之间就是最亲密的伙伴 也是最亲密的战友 经常用来演练各种各样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去做相应的战略部署和实施 所以他们的感情在这个当中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得到了一个升华 那么张贝列对段有红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呢 大事小事 你看子女结婚 女儿找男朋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就连2003年以后温家宝开始担任总理 他们家的那个住宅怎么装修 都听段有红的意见 为啥当时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就按中央的规定 搬到了东郊民巷的那个总理的这个住宅 关底是吧 搬过去以后那是一层 一栋两层的砖房 有些装修都比较老了 因为以前不知道谁住 我都住好多年了 那么张贝列不太喜欢有些布置 然后哎呀 这个段有红就请了一个外国设计师 专心的来设计新的住宅 他建议把一层啊给我铺上意大利的大理石 这些建议都让张贝列觉得非常喜欢 甚至啊一度时间就说哎呀 这事小段你就来干嘛 你给我装修了得了 段当然愿意干 但是中央不允许为啥 总理的房子怎么能让一个第三方民间的 这个公司来做装修呢 那里面有保安有国安 有情报 有安全方方面的原因 所以这个生意啊他没做 当然不是生意了 这个温总理家装修就没让段愿红插手 那么随着他们关系的急剧升温 他也发现了张贝列生活中 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 甚至是有些隐私 这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黄旭怀 他是干什么的呢 一开始啊 沈栋和 段伟红都有点奇怪 觉得张阿姨身边怎么还有这样的朋友 因为张阿姨你看 谈吐水平 历练都不错 是吧 气质也很好 这位黄先生 黄旭怀啊 五大三粗 非常没有文化 举止很粗鲁 后来一问才知道 当年 1992年的时候 张阿姨 办公吗 办公室挨着 这个黄啊 也在那边搞了办公室 和这个张贝列的办公室挨着 而且名片印的是啥 非常有意思 名片上写的是 温家宝夫人办公室主任 所以看到这种名片 我估计这个段伟红和沈栋啊 都感觉到非常好笑 又有一点担心 为啥 谁疯了你是温家宝夫人办公室主任 温家宝夫人哪有这个办公室 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有这么个建制 你拿这个名片到处晃 你这不是给总理 给张贝列丢人吗 而且带来不必要的一些注意力 但是这种事 他跟张贝列说了 张贝列也不管 也不管 而且更为 令人新奇的一点是 虽然张贝列比较 贫义近人 跟各方面都打交道 但是他毕竟是总理的夫人 所以 张贝列在出行的时候 在很多场合下 他是不自由的 身边有保安 有各级官员 还有国安啊 芳芳妹妹的一些人跟着 这个时候 竟然很多时候 黄也跟着 这让 这个 沈栋和 段伟红感到非常的惊奇 所以他们私下里啊 就把这个黄树怀先生 成为 张贝列的情人 甚至用了一个词啊 不太卡当 叫面熟啊 我再三声明啊 面熟这个词在书里是沈栋先生用的啊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沈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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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的啊 当然 人家 人家之间发展到 亲密到了什么程度 这两个人啊 无从而知 总而言之 只要有 张贝列出现的地方 这个黄就出现 如影随形 简直是一个精神伴侣 那 据特别善于茶言观色 看透人世冷暖的段有红和沈栋来说啊 他们认为为什么 张贝列身边会有黄这种人呢 那就是因为黄 把自己全然的奉上 把自己当作一道菜 全部摆在盘子里奉献到张贝列面前 从身体到灵魂 把从自己的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全部交给 张贝列来掌控 这是为什么张也离不开他 他更离不开张 那么张贝列啊 对黄可以说达到了完全的洗脑和人身控制 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 实际上对张贝列来说 每一种关系 每一层关系 他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经过精密的利益和成本的这个考量 他之所以允许黄这样一个角色在身边存在 那就是算来算去 他还是需要黄啊 需要能够完全控制一个人 让他干什么 没有办个不字 很多事情需要段外红和沈栋去办 但也有很多事情 必须交给黄这样的人来办 黄这个人呢也非常有意思 一方面确实也对张贝列忠心耕耳 另外一方面 那确实很low low到让段外红和沈栋都无法交代的地步 比如这家话到哪都跟人家说我自己是 温家宝夫人办公室主任 另外 在一些不必要的场合他也打这张牌 有一天这个黄开着车在长安街从东向西行驶 出车祸了 这个触犯了交通规则 人家警察过来处理交通事故 他也跟人家聊这个天啊 说这番话 搞的温家都很被动 让这个段外红和沈栋啊 总觉得黄这个家话早晚给他家惹事 那事实证明该来的总会来 后来大家记得吗 在20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吧 纽约时报发布的那篇著名的报道 就是揭开了温家宝家族后面具有巨额利益的 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报道是非常详实的 也是非常扎实的 上里面有图文有关系图画的非常这个准确 其中我看了一下就有黄树怀的名字 这和沈栋的书交叉印证证明沈栋写的是真的 黄树怀这个人拿着张贝利的旗号 以张贝利的办公室主任自居到处开始搞钱 这和国际资本结合起来以后就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当时德意志银行2004年的时候 想在中国收购一家国有银行 一家中型的银行 叫华夏银行 一个外资来收购中国的银行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之大敏感性之高 那是无与伦比的 德意志银行竟然找到了黄树怀 分别付给他200万300万两笔加起来500万美金 搞定这个收益 黄树怀这个人 根据我们在沈栋书里的这个描述 可以说他连金融俩字怎么写 都不一定知道 但人家愣是挣到了这500万 挣到了这500万美金 那么 在温家宝和张贝利的关系里面 这种模式也给沈栋和段伟红带来了新的启发 事实上后来沈栋回想起来 包括在书里他也表述成这样 那就是段伟红在下一世列 也想把他们的关系打造成温家宝和张贝利这样的关系 怎么讲 那叫共同进退 共同发展 共展宏图 夫妻俩之间要搭配 比如说 那个温家宝和张贝利的搭配就很好吗 张贝利本身也很有野心 很有能力 也想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很善于结交各路英雄好汉 各路豪杰 你看温家宝 人家就比较踏实 稳扎稳打 轻易不露声色 也不给留人别人留下攻击他的把柄 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就能焕发出巨大的威力 那对段伟红和沈栋来讲也是一样 沈栋是个技术流 学过美国的MBA 对把一个主意变成商业计划 把一个听起来靠谱 这样一个 Idea变成生意 沈栋是有这个长项的 但是你哪来这些主意 哪来这些资源去推动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业项目 这个方面是段伟红的长项 所以段伟红也想把这个关系打造成总理和他的太太这样一种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就是为什么他在和沈栋的关系踏入下一步之前 一定要让 张阿姨来过一道关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他才放心 他们之间才能形成一个彻底信任 完全互相支持的这样一个铁三角 才能让这个关系往前走 往前走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吃过那道饭以后 第二天 段伟红就给沈栋打电话说 张阿姨说你这人还不错 那啥意思 就是过关了 没问题了 但聊到这里 我们再多说几句这个黄旭怀的事情 对这种关系 其实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自己身边的那些非常强悍的老女人 他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种人 像哈巴狗似的 言听益从 不是装的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把自己的灵魂肉体和生命 全部奉献给了身边的这位女子 这位女子也对此甘之若疑 对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也非常的亲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今天进行一些非常粗浅的心理学的分析 也是个女性在两性关系里面 他追求啥 他追求两种 第一种就是追求英雄 追求自己崇拜的一个对象 不管是相貌上身体上 经济实力上还是才华上 总要有一个自己能能崇拜的 如果这个达不到目标 遇不到这种人的话 还有一种 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找一个崇拜自己的 自己完全能够掌控 完全能够控制 从肉体到心灵到精神 完全控制的这样一个男生 对自己言听计从 对自己 说发说出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指令 都能全身心的去完成 平时相处起来 也是合而为一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那做到零与肉的统一 这两点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讲 那都是一个梦想 那都是一个梦想 特别到了一定年龄段的女人 比如说你上了50岁了 我60岁以后 你说像张贝丽这种 他也不可能像年轻女性那样 Jerry Potter Mirry Potter 骗了个动心的带回家 搞个夜夜情啥的 这都对他来讲 已经不再是选项了 于是他不管是主动 还是被动也好 就把自己的选项 调向了第二种 找一个崇拜自己的 找一个 自己完全能够彻底掌控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黄树怀 我们身边不少 中年老年的女性 但凡有点想法 有点思路 有点追求的 身边都不乏有这种人 因为啥 因为何老公 老公处在那个位置上 你总不当啥事都跟他聊 老公也很忙 温总理 日理万机 哪顾着让他心里想的那些事 他身边必须要一个爱说话 能听他说话的人 但我还能描述 温总理的夫人张贝丽 那也是一个画牢 画牢 就从来不停嘴 只要屋里只要有他 别人就插不上话 就Dominate the room 整个房间只听见他一个人在说 你说这种性格 温总理 哪对付得了他 所以很多事情 我估计 老公 对太太这种爱好 这种习惯 这种做派 最后也只能是听之认知 听之认知 你看 我们这几章讲了这么多 都是在讲 段悠红是怎么和张贝丽 由相识 到相知 到相互欣赏 到最后形成了 和沈东一起形成了 商业和生活上的铁三角 再往后面 我相信 真正做地偶 做生意的机会就来了 很多更精彩的人物 更大的战场 更广阔的这个 视野 就要是下一步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们 给大家会认真地 再来解读下一章 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节目